费将军 费将军 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我不是见死不救 我是担心孙并 再来一次唯唯救赵 中途伏击我的军队 费将军你多虑了 孙并他只有五万人马 围困马铃 他已经力所不能及了 没有多余的兵力 来伏击费将军 哼 这可难说 孙并一向真真假假 虚虚实实 还是高将军说的对啊 费将军 我不难为你 我回去转告高将军 叫他投降孙并 你这是要挟我 我绝无要挟你之意 我实话对你说了吧 我来求援 高将军并不赞同 他说你害怕孙并 不敢出兵 他打算投降孙并 我们兄弟三人 是费将军举荐给他的 我们为费将军着想 距离已争 高将军总算答应 让我来垂毒一试 没想到费将军 正如高将军所说 我们兄弟三人 已经没有任何理由 来阻止他投降了 费将军 告辞了 等等 回去告诉高将军 叫他固守马铃 我的军队随后就到 好 费将军 等你了 来云 将军 你马上赶往大梁 把马铃的情况 告诉庞元帅 请元帅定夺 是 够了 不吃 王后 老父 一辈子没女儿 你就做老父的女儿吧 好吗 臣早就是太后的女儿了 老父 什么时候认你做女儿了 臣是大王的妻子 大王是太后的儿子 儿媳如女 臣 不就是太后的女儿了吗 王后 你很会说话 太后 你的胳膊好些了吗 好多了 多亏有王后 伺候老父 太后 大战在即 如果你的身体经得住一路颠簸 我们打算把你送回林子 老父不回去 老父 要亲眼看到那个败坏我儿名声的假公子 就地正法 老父 方离开马铃 太后 我们申请假公子后 把他带回林子 交给你老人家亲自处置 老父 等不及 老父恨不得今天就把他处死 太后 郡中危险 如果万一你老有个闪失 我们不好向大王交代 我可以给大王守书一封 告诉他 老父留在这里 与你们无关 话是这么说 可是万一 不要再说这事了 你们尽快攻克马铃 除掉假公子 才是你们应该做的事 你回去告诉飞将军 可以出兵马铃 小队在前 大队在后 步步为营 谨慎前进 这样 孙并便无击可乘 是 你们到达马铃之后 在马铃城外二十里处安营扎寨 与马铃城内的守军 遥相呼应 不要轻易与孙并交锋 与他拖下去 拖得他精疲力尽 我带出兵 明白 你回去吧 是 来人 元帅 有何吩咐 你去把庞聪给我找来 是 别咬我 过来 过来 追不着我 小春秋 你娘呢 出去洗衣服了 走了多长时间了 好长时间了 这么说他快要回来了 是吧 我在这儿等你呢 好吗 等就等呗 去玩吧 庞将军 庞将军 元帅让你立刻回去 什么事 不清楚 费将军的人来过 可能与马铃有关 费将军派人送来消息说 孙并已经知道 贾公子交世的来龙去脉 包括他的真实性命 你知道 是谁透露出去的吗 不知道 只有你我二人知道 他的真实性命 你不知道 那就是我了 叔父怎么会呢 我不会 那就是你了 不 不是我 不是你就是我 不可能有第三者 说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 请叔父恕罪 那天侄儿在酒馆喝多了酒 挡得众人的面 把贾公子的来龙去脉 说了出去 酒馆里 可能有弃过奸细 庞聪 你没有说实话 叔父 我说的是实话 听说你最近 常去找钟离秋 你是不是把贾公子的事情 告诉了他 没有 我可以对天发誓 庞聪 酒色最容易迷心 你应该引以为戒 听明白没有 职儿明白 军师 费将军率垂都数万军队 奔马令而来 多派奸细 密切监视魏军的行动 是 还有 命令军队 随时准备出击 是 高将军 费将军的军队怎么还没有来 我也不太清楚 费将军的军队再不来 就麻烦了 高将军 你再派人出城去打探一下吧 已经派人去了 哦 军师 奸细来报 卫国军队离开垂都以后 小队在前 大队在后 步步为营 谨慎而行 军师一次唯唯旧诏 让魏国人终身难忘 军师 看来若想在路上伏击魏国人 恐怕是很难了 难好 抖起来才有意思 费将军的军队怎么还没得 高将军起得早啊 啊 抓逃兵 抓住他 站住 别动 杀吧 杀了我吧 反正我也不想活了 高将军 背将失之 这是第四个 你是说一共还是今天 我问的是今天 第三个 我是第六个了 将军 我是说抓到的第三个人 你们走吧 把他交给我 是 你知道我将如何处置你吗 不就是斩首失踪 不 我将灵刀最广 都一样 都是死 只不过 多说一点罪罢了 如果我这次放了你 你还逃吗 逃 你难道不怕死吗 蝼蚁尚且知道 投生 更何况人呢 我上有老 下有小 老老小小 都离不开我 我怎么会不怕死呢 那你为何要逃 活着 只得有叛徒 我本来以为公子交织 有太后的支持 总有一天会主宰齐骨 到那时候 我可以混了一罐半职 回乡光宗耀族 可谁知道 公子交织是冒名顶替 高将军 你说 我们还有什么叛徒 活着总比死了强了 那得看怎么活 要是为了活着 欺骗自己的祖宗 背叛自己的国家 还不如死了 高将军 你杀了我吧 你杀了我 我还可以落个 宁死不背叛国家的美名 你已经背叛了国家 我们攻占马铃 就是与国家作对 不知者不为怪 我是受你们欺骗而来 我的家人和祖先 会原谅我的 如今 我既然知道真相 而不起俺偷命 不但我的家人会鄙视我 就是我的后世子孙 也会唾弃我 我绝非无心无意的人 我更不是那种 不要国家 不要祖宗的人 我很想放了你 可是我不能 我是一个带兵的将军 一个将军 即使走错了路 也不能容许自己的士兵 背叛自己 只要杀了背叛者 士兵 才会任其躯赶 而义无反顾 你懂了 我懂 对不起了庄司 将军等等 你后悔了 不 我请将军 从背后杀我 你不敢面对死亡 不是 我不是将军的敌人 而是将军手下的逃兵 将军的敌人 应该从将军面对面厮杀而死 而逃兵 则应该背对着你而死 请将军动手吧 算了 我不杀你 你走吧 将军为何放你 我手下难得有你这样名势力的士兵 杀了你 太可行了 如果我早发现你 并让你当将军 可是现在已经晚了 你走吧 将军如此待我 我若再离将军而去 那就是太无情无义了 那你留下 我若留下 则是大逆不道 那你还是走吧 将军知愈之恩 小人来生 一定抱他 别说了 快走吧 若是别人看见 就不好说话了 将军 绳子 不用了 高将军 高将军 费将军的军队到了 好 我们看看去 明令先头部队 在齐军左营二十里败安营扎寨 是 是 军师 卫国军队在 卫国军队在距我左营二十里处安营扎寨 摆出一副固守之事 是 命令走音军队 摆出一副进攻的态势 是 高将军 卫国军队在城外暗兵不动 士兵们惶恐不安 告诉士兵 与孙并作战 必须谨慎行事 卫国军队 是暗器而行 什么计 这是应付士兵的话 高将军 对士兵只能应付一时 卫国军队要总是按兵不动的话 军心再乱 想无法稳定 你放心 我会让卫国人出战的 卫将军 这是 孙并给我们的劝详书 请 费将军过目 你给我看这个干什么 我去垂都的时候 对费将军说过 如果费将军按兵不动 那么高将军可能会被迫投降孙并 我怕费将军不相信 所以我把劝详书带来了 请费将军过目 我没说不相信 那你为何按兵不动 我是为了打败孙并 按兵不动 如何打败孙并 今日按兵不动 是为了来日 动如雷霆 那么费将军打算 何日动如雷霆 庞元帅的大军到来之时 庞元帅又来了 庞元帅大军不来 我岂敢率全城之军 离开垂都 太好了 庞元帅的大军到了 孙并必败无遗 如果庞元帅未到之前 孙并进攻马铃 费将军将做何打算 费将军说他将进攻孙并的大营 让孙并首尾不能相顾 如果孙并续上声势 只派少量军队攻城呢 不予理睬 如果孙并攻击他的大营怎么办 固守不出 如果孙并撤军又怎么办 还是固守不出啊 好 这样孙并对我们 就将无稽可施了 很显然 贵国人是想拖下去 等待庞娟的大军到来 然后再投掷 军师 我们应该在庞娟的大军到来之前 以训练不及掩耳之势 攻克马铃 如果不能攻克 就应该立刻调大军前往马铃 我们之所以等了这么长时间 就是为了避免血战 动用大军乃是我们不情愿的 我决定 暂时不进攻马铃 拖下去对我们更不利 方才捡起来报 说垂渡空虚 我们动用一支军队 投袭垂渡如何 好啊 我带人偷袭垂渡 攻克垂渡 只是获取小力 如果魏国人不因此回兵垂渡 此举似乎意义不大 我们与其再把零与魏国人拖下去 不如顺手牵羊 先取小力 然后解体发挥 变小力为大力 军师打算如何解体发挥 王后 你去问问孙军师 他到底打算何时进攻马铃 我问过了 他说再等等吧 已经等了这么多天了 他还要再等多久 他说等到时机最有力的时候 什么时候最有力啊 这我也说不上来 走 咱们找他当面问个名吧 太后 天这么晚了 您老还是歇息去吧 不行 明天再问 不行 这事问不清楚 老夫睡不着 秦先生 如此解体发挥如何 行 如果用得好 我们不但大获全胜 而且可以令旁娟 不得不掉疲惫之师 前往边境 这就是我为什么 迟迟不进攻马铃的真正目的 军师 太后和王后来了 知道了 臣恭迎太后王后 太后 王后 请坐 你们也坐吧 太后此行 是否会马铃之事 是的 老父想来问问 你们打算何时进攻马铃 我打算 暂时先不进攻马铃 先攻打垂都 垂都兵力空虚 容易得手 贾公子不在垂都 你占领垂都有何用 垂都是魏国的重镇 拿下垂都 齐国边境就会多一个屏障 此外还可以调动魏国军队 魏国军队如果回师营救 我们就可在回军途中 伺机打垂他们 魏军败了 马铃的叛军就不战自败 这只是你一厢情愿 如果魏国军队 不回兵收复垂都 你怎么办 那我就再 另想办法消灭他们 如果马铃的叛军 乘机逃掉你怎么办 马铃叛军已成金弓之鸟 如果他们逃离马铃 我们正好可避开 攻城之难不需血债 就可以在旷野消灭他们 你想得很好 但不一定有把握 若让那个假公子 趁机逃掉 他将继续利用我儿的名字 招摇撞骗 败坏老夫的名声 你们不能进攻垂都 必须集中全力 拿下马铃 不能让那个假公子 有一处刻逃之机 太后 如果我们进攻马铃 二十里外的魏国军队 不会等先士之 我们将两面受敌 不要再解释了 老夫只有一句话 你必须尽快拿下马铃 除掉假公子 你如果没有把握 我就请大王调大军 前来马铃 你说吧 要不要调大军来马铃啊 不需要 那么你几天拿下马铃 三天 三天之内拿不下马铃呢 那就拿微臣的脑袋 好 我们说定了 军师 别把话说得太绝了 兵法说 险于死地而后生 往后 咱们走吧 军师 还打不打吹动 当然打 若太后怪罪怎么办 养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更何况是太后 秦先生 我和田将军都离不开大营 只好有劳你率军前往垂都 你看怎么样 军师不必客气 既然军师需要我 我礼当效命 你需要多少军队 五千 五千太少了 我再给你五千 我不能多待 军师要对付费将军的军队 又要维艰马林的叛军 必须有足够的军队 如果你不能及时得手 不但你进去两难 还会影响全局 如果钟离姑娘 能与我同往 我将稳操胜券 我也这么想 只是 不知道太后会不会答应 我去教设 好 太后 秦先生求见 进来 太后 臣有要事禀告太后 讲吧 太后是不是想早日除掉假公子 那还用说 他多活一个时辰 老父都难以容忍 太后以为三天之内 孙军师能攻克马林 除掉假公子吗 你说呢 臣以为三天之内 他不能攻克马林 他如果不能 老夫就拿他试问 太后 臣有一计 可保证三天之内 除掉假公子 何计 此计非常简单 让王后化妆成叛军士兵 潜入马林刺杀假公子 王后 不行 她一个女人 又是王后 怎能担当如此危险之事 太后 王后剑术高超 不但在马林城内 就是在骑军之中 也没有王后的对手 所以 只有王后 才能担当如此重任 太后 秦先生说的对 马林城内 没有我的对手 我入马林 如入无人之地 王后 叛军人多 你的剑术 即使再高 也难以敌众 太后 你别忘了 我是扮成叛军进城 叛军认不出我 即使他人再多 又有何用 王后 这事太危险了 我实在放心不下 万一让叛军发现 老傅如何向大王交代 太后 即使叛军认出我来 他们也抓不到我 太后可记得 当时公子交失的刺客 曹阳 孤身一人潜入林姿 众多的七国士兵 却奈他无和 要不是我剑术 高他一筹 他不早就逃之夭夭了吗 你们说的也是 如此简单的计策 你为什么不早些时候 想到啊 我们不是没有想到 太后识破 假公子之前 得不到太后的恩准 我们不敢刺杀 假公子 太后受伤以后 王后忙于照顾太后 脱不开身 我们不便提出此计 你们呐 这么多男人 还抵不过我们一个女人 马林守军近日如何 比前些日子安稳多了 逃兵基本杜绝 那么孙兵的大军 有什么动静 无任何动静 垂都呢 也没有 我总是担心垂都啊 昨晚我梦见孙兵出兵 占领了垂都 将军不必担心 孙兵的数万军队 既要围困马林 又要对付我们 他们没有多余的兵力 去进攻垂都 垂都空虚 我们万不可以掉以轻心的 明日多派奸细 密切注视孙兵的大军 是 垂都早有地方 往后 要多加小心 先生更要多加小心 卫士兄弟一旦过人 我担心离开以后 他们还会来加害先生 往后放心吧 他们不会来 先生说过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我真不放心去垂都 往后不去垂都 孙先生就没把握 我知道 我离开以后 先生在营帐周围 都安排一些 卫士为好 我知道 小心你的腿 别照亮 无论何时 也别坐在地上 我记住了 秦先生 有什么事吗 都准备好了 可以走了 先生保重 王后保重 这两天 可真安静 安静好啊 这生命孙斌 对我们无从下手 你还不了解孙斌 他一旦安静下来 肯定立有阴谋 他能有什么阴谋 如果我要是知道的话 他就不是孙斌了 高将军 就让我们兄弟三个人 到齐军大营去查探一番 你看如何 先不要行动孙斌 他即使有千条妙计 我有一定之规 只要我们坚守不出 他就奈何不了我们 走 咱们一起 到大营门口 看看王后 回来没有 王后今天回不来 你怎么知道 他回不来 说不定王后啊 昨天晚上 就把假公子给杀掉了 现在正在往回走呢 愣着干什么 走啊 是 太后你走 太后 外面没人 我知道 我是看看 王后回来了没有 王后回不来 他现在还到不了垂都呢 你说什么 王后去了垂都 他说错了 王后没去垂都 去了马陵 他没有说错 王后的确去了垂都 昨天晚上 我看见秦先生和王后 一块去的 这是怎么回事 我 秦先生不让我说 走 去找孙斌 多嘴 孙斌 孙斌 太后 孙斌 你好大的胆 竟敢和秦华串通一气 欺骗老父 你 你这是欺赏之罪 太后 这事不能怪军师啊 闭嘴 我问的是孙斌 孙斌 你 知罪吗 太后 臣并没有欺骗太后 你还说没有欺骗 昨天晚上 秦华说 王后去刺杀假公子 可你 却让她去了垂都 你这不是欺骗 是什么 王后从垂都回来 就去刺杀假公子 秦华昨晚可没说 让王后 先去垂都 可秦华昨晚也没说 王后不去垂都 秦华对老父说 三天之内 除掉假公子 既然王后去了垂都 她如何能在三天之内 除掉假公子呢 太后放心 三天之内 我们一定能杀掉假公子 三天之内 如果不能呢 那就是犯了欺赏之罪 好 老父三天以后 再跟你算账 将军你看 攻陷准备 站住 再不站住 我们放箭了 别放箭 我们是来投奔公子交尸的 放我们进去 公子交尸在马陵 你们到垂都干什么 马陵被孙并围得水泄不通 我们无法进城 你们可以去偷费将军 他的军营就在马陵城外 费将军与孙并的营帐 举目可望 费将军担心我们诈祥 不让我们进营 你以为我就不担心吗 将军不必担心 孙并在百里之外 我们不足千人 若是诈祥 岂不是自投落网 你有什么凭证吗 我没有公子交尸的信 派人送上来 把信记在绳子上 见机行事 明白 我还是不放心的 那你说怎么办 请你们放下兵器 放下兵器 可以了吧 士兵们退后摆布 将军们先进城 后退摆布 打开城门 是 是 country 那 啊 看 啊 杀 杀 呀 雄 雄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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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手牵羊是三十六季中的第十二季 此季意思是发现敌人微小漏洞 只要不因小失大便及时利用 即使是小胜也不应放过 孙斌在与敌人相持不下又无法取胜之时 发现垂都空虚顺手牵羊夺取垂都 欲知孙斌如何变小胜为大胜 请看下集关门捉贼